接着来看到投诚老人的福利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健全的牙齿才可以摄取丰富的营养 不过一般长者都有缺牙的情形 连带造成饮食的困难 所以投诚证公所特别针对年满70岁以上 非中低收入户的证明 给予一个人一次5000元的假牙补助 从4月1号开始 凡是年满70岁以上的投诚证明 而且没有接受现福补助全口假牙 或是中低收入户以外的民众 都能获得公所补助5000元 借此鼓励长者装置假牙 摄取更多营养 有助身体健康 这个医生也跟你说 我们的催去代表可以用60岁 所以我们催去的好迈 就是我们生活品质 很重要的指标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咀嚼 在補养的好迈 也可以营养我们营养品质的吸收 所以就像这些小的福利必须要来提升 所以我们70岁以上的丁价 在后期我们管政府 有去经常过的这65以上老人的家家的保障 以及大中家收入户的老人的装置 以及身脏生活质的补贴以外 在民国34年 12月31日 这个疫苗出生 这些人出生的 都能够来我们投资定公所 寻想这个5000元的这个保障 对此社会的民众表示 虽然职业高达好几万元 但是有了5000元的补助 却让他感受到公所的用心 有啦 怎么没差 多减啊 不可以赚一支水 职业一支水来八万 虽然是说钱少 但是保障不能说保障很多 但是政府给我们照顾 这样就很好了 凡是符合资格的阿公阿嬷 都可以到县内36家合约牙医来看诊 凭收据申请补助5000元 每人限一次补助 宜兰新务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请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